猪小白 猪小黑 猪小粉和猪小绿与排队做游戏 其中猪小白排在第三个 猪小黑紧跟在猪小绿后面 谁排第四个呢? 四个人有点多 光在脑子里想有点乱 就画图试试呗 先画一条线 在前面加个箭头表示钱 这样的线就叫会跑的线 然后从上往下 依次写上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其中最简单的是猪小白 因为他的位置确定 排在第三个 直接标上就行 其次是猪小黑和猪小绿 因为小黑紧跟在小绿后面 所以他俩必须挨着 中间容不下任何人 这就得把他俩绑在一起 放到两个挨着的位置里 只能是第一个和第二个 最后还剩猪小粉 位置只剩第四个 因此答案是猪小粉排在第四个 在刚才的推理过程中 条件并没有直接告诉小黑和小绿的位置 但通过把他俩绑定在一起 答案很快就浮出水面 所以这种紧挨着的人 往往是分析的关键 如果这四人再进行一场跳远比赛 其中猪小黑跳的不是最近的 但比猪小白和猪小粉跳得近 而且猪小粉比猪小白跳得远 那谁跳得最远呢 同样还是先画一条会跑的线 箭头指向远的方向 因为小黑跳的不是最近的 说明一定有人比他跳得近 线不管有几个 他的下面至少可以画一个圈 而小白小粉都比小黑跳得远 所以在小黑上面还得至少画两圈 其中小粉比小白跳得远 最上面的就是小粉 其次是小白 最后还是一个小绿 只能在最下面的圈了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 小粉跳得最远 小白其次 小黑第三 小绿最近 在刚才的推理过程中 最关键的一点是如何表示 小黑不是最近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说明 还有人比小黑跳得近 所以必须在他下面至少再画一个圈 如果条件变成小黑不是最远的 就得在他上面至少画个圈了 以上就是画图推理 在推理过程中 可以先画一条会跑的线 并在箭头处表面方向 如果某人位置确定 就直接写上 如果有两个挨着的人 就把他们绑在一起 如果还告诉你某人不是最后一名 就得在他下方至少画个圈 新的问题来了 还是这四个人跳远比赛 如果这次告诉你 朱小白跳得不是最近的 你可以怎么画图呢